人生能相遇 已是不易 心灵若相知 更要珍惜 留不住的是岁月 忘不了的是朋友 谢不尽的是关照 丢不掉的是情意 老者每天都操心着康特的事情 虽然他这两天也在外面找了 也没能问出他的消息 作为他忘年之交的朋友 他现在只能尽力地 把他守住这个房子 也希望他找到凯撒和阿祖法后 有家可归 他们父女两个早上在家商量后 先把建房子的工具放到车上了 看来他们是说到做到 他们真的要去康特小屋边上建房子 老者已经开着车子 带着女儿和小外孙出发了 虽然他们知道今天过去以后 又要面对妈妈和吉尔纳的狂风暴雨了 可是当他决定帮助康特以后 这些吵吵闹闹 他已经不在乎了 只要康特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就好了 老者的车子终于停了下来 他把带来的工具拿了下来 现在父女俩人完全不顾忌 等会儿妈妈有什么脸色 他们父女两个只想做自己的事情 也没想着要去和他们打招呼 他女儿已经帮着他在账量尺寸了 他们说盖房子还真的不是开玩笑 反正老者做这些事情清澈熟路 盖房子对他来说不费劲 这块土地是康特送给他们的 他们确实也得到了他的允许才来建房的 而康特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 当时老者的女儿给了他土地的钱 但是康特并没有收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 老者帮助他太多了 就在这时听到了妈妈的大呼小叫声 他们父女两个就当没有看到他 妈妈心急火燎的过来驱赶他们离开 她说我昨天已经和你们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允许你们在这里建房子 老者的女儿和他说 你这个人也太霸道了 这又不是你的土地 康特已经转让给了我们 你没有权利来阻止我们 妈妈却耍赖说 你说土地已经转让给你了 那你给钱了吗 没有给钱这件事情就不成立 老者和他说 当时康特转让给我们的时候 你也在现场对这件事情一清二楚 当时还特意问了你 你说你对此没有意见 现在怎么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妈妈今天是有备而来 她说不过他们就想要用武力解决 房子哲还没有开始建 他们几个人又动起手来了 妈妈和吉尔纳就像泼妇一样阻止他们 老者也被他这种不讲理的行为激怒了 他一直在质问妈妈 你心里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想法吗 我在这里建房子妨碍到你了吗 他这样一说戳中了妈妈黑暗的内心 他其实就是不想让他们父女和他住得太近 他要是偷偷摸摸搞什么小动作都被他们发现了 比如和杰斯密谋事情 还有老者住在这里 摆明是帮康特撑腰的 他当然不乐意了 妈妈打的这些小心子 老者心里一清二楚 不管他们如何的胡搅蛮缠 他今天是铁了心要在这里建房子了 其实老者不知道 他们家发生的最新消息 康特已经回来过了 他在路上找到了凯撒的一支血 他推测阿祖法可能带孩子回来过 在他用枪的逼问之下 才知道了阿祖法的最新消息 原来三天之前凯撒失踪了 康特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真的犹如擒天霹雳 他不敢想象 他们母女两个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 他第一个怀疑的是妈妈 可是他诅咒发誓没有干这件事情 还用吉尔纳的性命来发誓 可是康特对他的怀疑并没有完全消除 老者已经来过几次了 这些事情妈妈提都没有提 他始终守口如瓶 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他的目的 当然是不想让他们一家三口团聚 其实这是妈妈挽回康特的最好时机 如果他主动提出来说 他也非常的担心孩子 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找他 还主动联系老者告诉这件事情 大家想办法去找凯撒 他这样做了以后 他儿子才会对他有所改观 可是妈妈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 妈妈现在对他们父女两个恨之入骨 觉得他们太多关闲事了 这时候他已经完全忘记了 老者曾经那么真情实意地对待过他 是他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还是网友们的话一针见血 他们说 妈妈和吉尔纳就是未不淑的白眼狼 对于这种人要敬而远之 而妈妈的过河拆桥 在阿祖法身上也用得很到位 他这种人真的是没有救了 前段时间凯尔还偶尔来看一下吉尔纳 最近已经好长时间没来了 这样一个泼辣的女孩子 让她想要和她结婚的想法动摇了吧 妈妈还指望凯尔和吉尔纳结婚后给她养老呢 她这个想法真的是太美好了 现在想要实现估计很难 她真的不该把自己的孝顺儿子往外推的 妈妈今天就像一个狗皮高摇 怎么也赶不走 他们在那里已经打了好几架了 她今天绝对不让他们父女两个在这里建房子 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赶走了 今天她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很得意 还在放狠话让他们不要再来了 老者的女儿忍无可忍地和她说 既然这里的地皮属于我们的 我们明天还会再来的 妈妈一听气的上前就要打她 完全不顾忌她手里还抱着孩子 现在老者的女儿也要还手不会任她打了 老者决定开着车子先带女儿离开这里 今天她离开并不代表着她改变主意了 哪知道他们又不让她走 原来他们是要威胁老者把门打开来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撒泼耍赖 老者是不会答应这件事情的 他已经带着女儿离开这里了 你们觉得老者明天还会继续过来吗